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的 现代人的工作和家庭生活的压力越来越大 所以近几年我们听到了一个词经常出现在我们的耳边 那就是你进入亚健康状态了 那么亚健康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 它到底严不严重呢 需不需要我们去治疗呢 在中医上亚健康又是如何解读的呢 今天我们好好来聊一聊 请到了一位专业嘉宾 来自于南京市中医药大学的朱瑶教授 欢迎朱教授 朱瑶 南京中医药大学副教授 医学博士 副主任中医师 是从国医大师周中英教授 现就职于南京中医药大学 第一临床医学院中医内科极难症研究所 国医大师周中英工作室 从事中医内科极难症研究 以及中医内科教学和临床工作 十余年 主持人好 大家好 亚健康这个词 这好像这几年比较的常听 对吧 对 但亚健康它只是一个概念 如果是联系到中医的解读 亚健康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病症 或者是症状呢 对 主持人讲这个问题呢 其实亚健康这个概念呢 在这个就是世卫组织 也有明确的说法 而且包括以往的这个 卫生学的调研来说呢 这个流行病院调研 真正健康人群呢 只占到整个人群的15%左右 然后将近75%的 都是一些这个 就是亚健康的一些状态 你这个比例挺高 然后呢就是讲呢 它其实呢 它亚健康这个词呢 就是它不是完全的 这个健康的一个状态 对 或许它不是一种 疾病的代名词 对 也不是疾病的代名词 但是它会往疾病的方向 去发展 去发展 然后呢这个 按照这个世卫组织 对健康的一个定义 因为人的这个健康嘛 它分为三部分 第一身体的一个健康 然后心理的一个健康 包括良好的社会适应能力 所以这个是世卫组织 明确的一个健康的一个概念 然后呢亚健康呢 就势必会在这三者上面 都会出现 都会出现 低于正常的一个表现 然后在这个疾病领域当中呢 我们以前做过一些相关的课题 就是现在医学呢 有一个叫做慢性疲劳综合症 慢性疲劳综合症 慢疲 慢性疲劳综合症 然后呢 它其实呢 在一定程度上讲呢 它虽然把它定义成一个疾病 但是我们在临床看 往往大多数呢 其实更接近于 亚健康的状态 它这个就是讲 在疾病里面 是跟亚健康 是非常接近的 表现出来往往呢 就是疲乏无力 然后呢 这个提不起精神 然后学习能力 这个减退 就是达不起兴趣 然后呢 还有其他的一些 甚至呢 像这种稍微活动以后 出汗比较多了等等 但这个呢 其实在我们中医学里面呢 它的这个疾病的一个定义 跟吸血不是完全对应的 但是在这个领域里面 我们中医有一个病名 也比较类似于这个慢疲 它是叫做虚劳 虚劳 虚劳这个病 又虚了 就中医好容易虚 虚劳 要不肾虚 要不死虚 对对对 对吧 那这个是哪儿虚 它这个虚劳呢 其实呢 在我们中医类科里面呢 这个 这个教材里面 就讲到这个虚劳这个病 它实际上分两个 一个是虚 一个是劳 是两个不同的病 虚和劳 对 它不一样 然后呢 在古籍里面讲得很有意思 它这个呢 虚呢 认为呢 是这个 这个就是讲的 肾虚 最常见 然后呢 这个就是这个肺虚呢 这个五脏 以五脏为主 就是五脏是它的这个 这个核心的一个辨证纲领 这个甘心脾肺肾 有肺虚 心虚 脾虚 甘虚 肾虚 但在这里面呢 就认为呢 是这个肺虚相对好治 肾虚相对难治 由上到下 对 而这个劳呢 古人认为呢 正好相反 然后呢 也按照五脏 有这个肾虚 肾 有肺虚 有脾虚 有心虚 有这个肝虚 但是呢 老怎么理解 老是过分老累的意思吗 老累的 但是这里面 他提到一个 就认为什么呢 这个古代一家 有专门治疗虚老的 叫李絮元健嘛 它里面就讲到呢 这个就是肾虚呢 相对好治 然后到肺虚 就不好治了 而这个肺虚呢 其实跟现在讲的 我们综艺后来讲的 这个病子头的这个老病 也就是现在讲肺结核 非常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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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就是一个真正的 比较重的病症了 比较重的病症了 对吧 以前都说肺疗肺疗 就是咳嗽 对 肺结核啊 肺炎啊 咳嗽 卡血 卡血啊 潮热到汗 四大主症 对对 肺疗四大主症 所以在这里面呢 其实呢 就是讲的 宗医讲的这个虚症 虚疗里面的虚症 是比较接近 现在讲的这个亚健康 或者是西西讲的 慢性疲劳纵合症的 然后往往表现出来的 都是各个脏腑 不同的虚栓 是 跟我们以前节目里面 讲的单纯的肾虚 还不太一样 它包含了肾虚 但不仅限于肾虚的表现 那说到虚啊 我们经常会听到 就是阴虚和阳虚 对的 对吧 它是有本质上的区别的 对 那么阴虚阳虚 在身体上 会有什么不同的表现吗 这个前面我们讲到呢 它要归到各个脏腑里面 有脏腑 比如讲肺的这种 这个传统讲呢 对人体脏腑呢 肝性脾胃症 都包含了四大精卫物质 气血阴阳 对 但是呢 这个阳化气 这个阴沉形 所以有的时候 往往阴血和阳气 是两个相对应的概念 那么在脏腑里面呢 比如讲 这个阳虚总的来说呢 大部分呢 按照内经里面理论 是阳虚偏寒 阳虚偏寒 好像可能大多数 冬天怕冷的女性 或者四季都怕冷的女性 你看最近这个季节 那天在网上看到一个 非常有意思的 说这个季节是 男人跟女人 在空调这上面 最大的战争 为什么呢 有意思的视频 就是男生热得要死 开空调 女生捂着被子怕冷 对的 对吧 然后两个人永远就 合不到一起去 这可能就是 阴虚或者是阳虚 它可能在女生身上 发生的这个几率 又不一样 对对对 就是刚刚说怕冷 就是阳虚 怕冷是阳虚 对吧 阳虚 女性更多的是阳虚 对对对 像我们这样怕热的老爷们 很有可能 大多数都是阴虚 正常情况呢 像这种男性体制呢 比方人偏于阳抗 食热体制 对 有的时候呢 会出现阴虚 合并这个食热的表现 食热 所以往往不单是人阴虚 还有食热 还有食热 然后呢 刚才主持人讲那个 很典型 就是在这个 甚至不是开公调了 我们看很多老年朋友 来了以后 老夫妻俩 说床上面一批一半 这边垫凉席 那边是睡被子 睡被子 是这样的 这有可能 是 是 跟体质有很大关系 对 所以一般 从总的来说呢 阴虚阳虚呢 一个是怕冷 一个是怕热 比较典型 但是分到不同的脏气里面 它还有一些区别 比如像新阴虚的 往往是心慌 心慌 它没有什么特别寒热 它就是心慌 然后呢 再有呢 这个如果是这个 肾阳虚的呢 它可能表现出来水肿 水肿 这个化气行水 它表现出来水肿 然后呢 这个肝阴肝血不足呢 往往表现出来 眼睛视力下降 眼睛发色 干出视力 对对对 肺这个肺阳虚呢 其实肺呢 中医传统里面 是有阳虚的 这个我们国际大师 以前还写过论文讲到 但是呢 它肺气虚比较多见 有时候气虚和阳虚合并 所以肺阳虚的这种患者呢 往往表现出来呢 容易这种一感冒 流鼻涕打喷嚏 尤其是早上起来 鼻子有点腮 南京话讲 这个鼻子嗡嗡的 不通气 但是呢 它其实不是真正的鼻炎 往往是肺阳虚的表现 尤其多见于 经常晚上熬夜工作的患者 它这个人群啊 它这个容易出现这种 这种鼻塞的表现 它可能到了白天 阳气生发出来以后 它鼻子又通气了 就那早上那一会儿 好 那么我们刚刚说的 就是中医 不管是阳虚也好 阴虚也好 它是不是就属于 我们开头说的 亚健康的表现 对 是的 就属于亚健康的表现 亚健康的 只是亚健康当中的 一种表现而已 对 对 对 所以我们这个 刚才主持人为什么讲 是我们中医学 判定人体好多 动不动就有虚 其实呢 这个道理很简单 我们经常跟患者讲 打一个形象的比喻 你买了一个车回来 对 这车5000公里 1万公里 还要做个保养 对 还要6万公里 你还换个轮胎 对吧 但是呢 人你一直几十年 这么开下去 对 他都 都不换零件的 换不了 基本上不换 怎么换呢 我也想换呢 换不了 所以 它是一直是一个 损耗的状态 对 磨损的状态 只要从婴儿出生开始 它就是一个脏腑 在 衰退的一个过程 对 是的 是这样的 对吧 所以像前面节目里面 讲到 女子以七为数 男子以八为数 男子呢 实际上在四八三十二岁以后 就开始渐渐走下坡路 脏腑就开始衰退 女子呢 是在七为数嘛 四七二十八 是最佳的生育年龄 过了之后 属于高龄产妇 各个方面技能 都会渐渐下降 是的 是这样的 所以它这个 其实要讲究 补养 调养 特别是在疾病 没有出现之前 在压健康状态的时候 对 就把它消灭于梅牙当中 对 这一块呢 其实调理呢 也是中医学的优势 治胃病嘛 是的 胃发治病 说到补虚 我就想上一味药 地黄丸对不对 对 是吧 地黄丸有很多种 对 到底应该怎么用 对 六位地黄丸 还有什么 直白地黄丸 对 还有什么地黄丸 好多种 像我们刚刚说的 这个阴虚或者是阳虚 应该怎么用 用什么地黄丸 我们以前在这个 就是讲座里面呢 曾经讲过 就有一期呢 是专门讲这个 六位地黄丸的一些差别 在这个就是公益讲座里面 应该讲呢 是他最初的这样方子呢 是宋代医家前乙 小儿药症直觉里面 他是治疗儿科病 平补平泻 但是再往前推 他是汉代医家张忠锦 这个写的《上寒杂病论》里面 他这个金贵肾气完 把里面偏热的药 贵之父子去掉了 然后到宋代以后呢 做成六位 而六位呢 因为他比较平和 所以呢 对于很多慢病的调理 尤其他补肾嘛 中医讲肾为先天之本 所以补一先天的方式 后来呢 为后世一家广为这个就是使用 广泛使用 现在大家呢 也吃了比较多 而六位地方丸 历代医家呢 在他的基础上呢 有很多衍生的方机 比如刚才讲 他的本源是金贵肾气完 是偏于补肾气补肾羊的 比如像老年人 晚上起 一晚上起六七次 所以讲 尿瓶 尿瓶 实际上是肾气虚的表现 年高肾虚的表现 你用金贵肾气完 它是能有效改善的 像我们临床预料 我们专科病 遇到这种糖尿病 消渴 它其中有个阵型 营养两虚的 你用这个 这个饮一手二 所谓饮一手二 就是喝一声水下去 尿两声 它其实也是肾气虚的表现 这一类呢 你用金贵肾气完 也能治疗糖尿病 然后同时呢 这个六位的基础上呢 还有刚才主持人讲到的 这个脂脖 脂脖地黄丸 脂脖地黄丸 这个传统有叫黄脑 或者叫黄补 它这个脂脖地黄丸呢 它其实呢 是在六位地黄丸基础上 加了两味药 一个呢是脂母 一个是黄白 黄白这类的 然后呢 这个 它这个两个药加进去呢 它有这个 滋阴降火 清退蓄火的作用 所以这个脂脖地黄丸呢 在临床使用当中呢 大部分呢 其实我们以前节目也讲到 其实很大的一个适应症 可以用来治疗女性的更年期 像这种 肾音不足以后 阴虚 火旺 潮热 倒汗 烦 易怒 然后可以治疗 甚至呢 像我们这个 这个这个 我们中国中医科学院院士 童小林童院士 以前我们在跟她 学术交流的时候 童院士还讲过 她以前的老师 这个 曾经用这个方子呢 治疗这个 这种头痛 头痛 虚火上缘的头痛 一个疑难性头痛 但是呢 从中医辩证呢 它也是 肾音不足 虚火上缘 上肌清翘以后 出现严重的头痛 这按理说应该是神经内科的疾病 但是她用了这个 宗医讲 补肾 滋阴降火的 智博帝黄胺 用了一个奇效的 所以这个也是很特殊的例子 然后再有呢 在这个基础上呢 宗医传统还有起菊帝黄丸 起菊帝黄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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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在这个六位帝黄丸基础上呢 加了这个枸杞和菊花 这两位药 它本身呢 枸杞呢 又叫明木子 菊花呢 也有清干明木的作用 所以它在这个补肾阴的基础上呢 偏于清 滋阴降火 清退干火 然后有明木的作用 所以起菊帝黄丸 大部分用来治疗一些 这个一些年纪大了以后 势力的减退 然后这个眼睛发色了 目睛充血了等等这些 这个宗医讲这种 水不寒目的这种 这干肾阴虚 这干火偏旺的这种眼疾 也有很好的一个补育干肾的作用 再有呢 还有就是像我们传统讲的 在六位帝黄丸基础上 加了麦冬和五位子 麦冬呢偏于滋阴 五位子呢 是一个药呢 有五种味道 然后也有酸收 补肺阴的作用 所以它这个加了麦味呢 叫麦味地黄丸 麦味地黄丸 又称之为长寿 这个长寿八味丸 长寿八味丸 其实八味药 它有这种补肺肾的作用 然后呢 在古代医家认为呢 它可以久服嘛 延连易寿 所以称之为长寿八味丸 所以它这个呢 都是六位地黄丸一系列的衍生 都是古代医家的一些智慧 现在临床看呢 对这种慢性疲劳的 这种各种类型 包括压健康 人情的各种类型 它其实能有 有效的缓解作用 那不管是六位地黄丸 也好 还几区地黄丸 这些地黄丸 有哪些不适应用的人群吗 有的 有没有专门的 有不适应的 比如像这个 我们从上大学的时候 老师叫我们方济的时候 老师就曾经说过 说是六位地黄丸 它偏于自阴 感冒发烧的不能吃 感冒发烧 我们当时同学呢 都是年轻的医学生 那到二十多年前 我们呢是以身试法 感冒的时候 忘了老师说这个事 我们自己吃了六位地黄丸 吃下去会怎么样 吃了以后 我们同宿舍的同学 吃了以后呢 正常的一个感冒 它是自现性疾病 应该两周之内就缓解了 结果鼻涕越流越多 越来越黄 脱了将近一个多月还没好 后来想起来 不应该吃六位地黄 感冒发烧的时候 对 一般 不要去吃六位地黄丸 不要吃这种自阴的 明白了 包括其实我们现在讲的 这些高方便宜自营的 在感冒发烧的时候 也是建议不要吃的 好 那么针对亚健康人群 在中医上 还没有什么比较好的 就是去调理的一些方式 除了刚刚我们说的 用这些药以外 除了药物 存药的一些干预以外呢 其实在中医上面呢 应该讲方法还是很多的 像我们平时讲的一些 药茶 药膳 茶饮方 最常见的呢 比如像我们中医药物体系里面 引进的这个西洋参 西洋参 因为它也是舶来制品 对 因为中国本土的参呢 大部分尤其像人参了 这种这个党参了 还有像一些红参了 它都偏温的 西洋参呢 它是舶来的 这个来了以后呢 它这个性呢 是偏凉的 补一气阴的 是不管是现在夏天用 西洋参泡茶 还是说是这个压健康人群 或者慢性疲劳的人群 它现在药理研究 都有很好的提高免疫 抗疲劳的作用 这个是很有帮助的 西洋参可以带茶饮的 是可以带茶饮的 西洋参跟什么 搭配起来是最好 如果它良性的话 可以带点什么枸杞可以吗 一般是的 它还偏凉的 可以配合用一点枸杞 用点枸杞 而且这种西洋参和枸杞呢 一般泡茶以后呢 有个特点 你如果泡了一天 它成分基本上出来了 然后还可以把它吃掉 这两个没问题的 对 因为有些 比如像你像我们前面 讲座里面讲到 石壶 它是根茎类的 然后包括什么这个 这个蒲公英 它可能夏天 清暑意气比较强 但是它不是果实类的 对 没办法把它都吃了 对的 是这样的 口感也不太好 是 所以像它这种呢 西洋参了和枸杞了 它这个可以泡完了 再把它吃掉 都可以 这个没问题 对对对 我还听说过像枸杞 其实你光喝里面的水 不如把它吃掉 来的效果更好 枸杞果实类的是可以的 是可以的 没问题的 没问题的 再有呢就是讲的 其实像我们 就是刚才主持人前面 这个节目里面也讲到 包括讲到地黄丸 地黄偏于补肾嘛 肾阴肾阳 其实我们在临床上呢 有的时候呢 带茶饮呢 也有经典方 会用一些三子饮 三子饮呢 就是枸杞子 兔丝子 覆盆子 这几类呢 都是药食同源的 你看像国外的 还有专门做覆盆子酱 覆盆子 以前节目里面 我们讲到覆盆子嘛 传统叫覆盆子覆盆子 对 它名字很有意思 把尿盆子扣过来 就是液尿瓶多 你就不用了 经常吃这个 就补肾的 它就不齐叶了 吃这个覆盆子 覆盆子就不齐叶了 它是这样 我一直以为覆盆子 是一种植物 是一种植物 但是它这个名字的由来 中医传统叫覆盆子 就是把尿盆子扣过来了 就是你吃了这个东西 就不齐叶 就不齐叶了 对 其实就是告诉你 它补肾 对 它补肾 补衣肾气 有意思 对 然后呢 所以我们临床 有的时候会建议患者 抗疲劳了 提高免疫了 这个补肾气了 因为肾为先天之本 会用一些三字瓶 像这个覆盆子 吐丝 和枸杞子 吐丝子 枸杞子呢 本身这个药队 一个偏于补肾阴 一个偏于补肾阳 肾呢 本身是阴阳二脏 对 所以它放在一起用 覆盆子又是补肾气 酸收 所以这个口感也比较好 又是药食通源的 长期喝呢 也比较安全 那吐丝子 在药店也能买到 也能买到 也能买到 好的 长知识了 我们现代人的压力 已经很大了 有了亚健康 不用担心 不用担心 第一 我们心态要放好 对吧 其实心态才是最好的良药 另外如果真的有一些症状了 我们还可以通过 刚刚主要教授 给我们分享的 一系列的这些药物 或者是代茶饮 去调节我们的身体 希望大家都可以远离亚健康 再次感谢主要教授的分享 休息一会儿 马上回来 好 好